集市上一客人來到張飛的玉他上懷玉,張飛不在,聲的小野哥告訴客人,今天恐怕買不成玉鳥。 客人不解,讓小野哥哭張飛來,小野哥越不敢哭,關羽雲聽後便趕了過來。 問為怎麽不欲欲,小野哥引他輪到甩盤卓月,玉再整理,誰兩我開鑊盤,整理的玉不收剪,任其取走,於是關羽搬開了鑊盤,小野哥下得為應自從,立即婚玉,關於兩集市上的人,免費又取一塊玉拿走。 之前買玉的那位客人,也想你廢牙玉,被關於制止月期不同於其他人,他必須剪剪償行,因為他最開捨就是過來拿剪買玉的,那人為句關於,只得剪剪拿玉。 關於把剪貪於眾人,自己一分剪不去,一塊玉不拿,經值胡到自己的他位上,這一隻都被由被看在眼裡。 將非做入獄的生意,但事卻採用把獄弄大流培壓再頂利,要求誰人我開鑊盤,就免費取遮的方式來做生意。 豈不怪哉,我和中國的文字是肯有意識的,有的同音,有的是天堂不同。 另外半邊一樣,出現這兩種情況,基本上就是同一個意識,異語而是同一個意識,凡是不慎常的,那我就一定要留所言論。 將非用這種方式,肯定是了他的深刻容易的。 上一講越過,將非試過要隨時準備乾奶事的人。 他用這種方式,就是要看看,有沒有真英雄在此地出現。 關於在分獄的過程中的表現,集中體異了公和疑,兩個方面。 如果他把獄取出來,自己牙外家,乾月也不虧理,但事格局就顯得少了, 要求那只買獄的那個人必須負剪裁人取獄則是體異了。 二,二就是合理的意識,不同的情況,就要按不同的方式來辦。 小李柯領著將非來到即時,將非是小哈哈的小步快跑著。 也與明了將非是想用這種方式羅四太偶有,真英雄在此地出現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, 要不然他一聽誰取走他的肉,他肯定願歌是氣急敗壞才是恩,將非來到關於的綠豆他前面。 一而的佛,兩人對視一眼,關於氣地神限的絕,上好的綠豆,馬歇罷,將非炸起一把綠豆。 使勁一裂,立刻變成的綠豆粉,將非找射血關於肉的視豆粉,於是兩個人就在襲視上打起來了。 旁邊的劉備,看到他人都是武藝非凡,有的熱膠,避出黎勸架,他先承握著二人的甲薄使其分開然後落下, 而後悅,二位壯士撩身懷絕技,武藝驚人,佩服佩服,將非對關於悅,剛才聽悅,有人舉起我盤。 突然過來理教,關於悅心一笑,悅愅例如死,將非立腰流鼻和關於去莊上引走。 在中國勸架是一個高難度的動作,第一,要看勸架人,夠不夠分量。 第二,要看勸架人,會不會勸架的技巧,留備沒有直接對關於和將非下不要打了。 不要打了遮呂的話,二事上要先把他龍的甲薄擺開,讓他們將方先冷靜下來。 中國人受金揚文化的影響,情緒波動非常大,一個人在情緒不穩定的情況下, 你急他越怎麼都沒有用的,以後就是誇掌他們都沒有為高強。 活你越了句佩服佩服,讓他們倆先重心理接受自己, 因為越有人會不喜歡聽誇掌自己的話的, 從中我門也可以看得到留備在人城世故方已是比較努力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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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